记者李新峰台北报道,蔡政府任内,将于今天首度提出金融发展行动方案,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主持院会,拍板金管会提报的金融发展行动方案,赖魁会后将在上午11时于行政院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这项方案有关台湾金融发展前景。 受到外界关注,赖魁十一时的记者会,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,金管会主委顾立雄,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等官员都将出席。 另外,近来香蕉因盛产,价格下跌,赖清德日前在脸书贴出民众提供香蕉新食用方法一文,提到最近有一位朋友推荐, 生香蕉可带皮水煮,并可搭配酱油、大蒜、养生又美味。 PO文一出,引发不少议论,赖魁后来解释说,他贴上脸书给大家参考后,却引起许多误会,更有恶意攻击为是要吃香蕉皮。 媒体关切赖魁今天的记者会是否就其香蕉的相关说法提出回应。